格局打开,黑爵今年正式大步进入客制化领域,从定制鲜果轴体开始,到后来的64套件。 AC064以及这款前段时间特别火的Gasket结构,绿头头成品AC081,每一款都是极具性价比的产品。 AC081其实早在凯华线下发布会上就有首发亮相,也是率先首发搭载凯华深海静音。 BOX轴的键盘之一,现场相当稀情,毕竟键盘结构,设计风格都是有别于以往产品,新鲜感很足。 KGAC081很早前就已经小批量发售,不过是由于Gasket结构软弹效果并不明显,还有一些设计上小缺陷的存在,后来又回路再造。 其底座,上盖全部重开,年条也经过加厚,最后到手改良后的版本是相当Q弹了。 KG对于产品的态度还是可以的,说改就改。 这次的AC081没有选择像AC064那样,以套件单独发售,而是量产成品,提供两种主题配色可以选择,包括灰色和平板和白色猫爪板。 配件方面,提供一个两用的拔件器,标配一根普通Type-C连接线,以及赠送有反色增补件,带个性图案元素,均色二色成型。 外观细节。 KGAC081机械键盘采用了客制画圈近段时间,十分流行的75%配列,共81件,带分区布局。 独立方向件,还带轻微下沉错位,极大程度方便盲操,不误触。 除此之外,75%配列还自带独立F区。 对于经常需要用到F区的用户来说,75%确实比较全面同时又节省桌面空间,上手难度也低。 按键布局细节上,AC081的F区按键间隔有所缩小调整,为右边塞入Home键,腾出了空间。 而右边一列则预设了常用的DEL,CAP,PGDN,右上角空出的一块则安装了一块对应,主题金属浮雕式版,粉白版本为Moudra,灰色版本则是和平标志。 The Peace和平版,CatsPad猫爪版,KGAC081可以说是真正的铝驼驼,实测成品重量1609克,具有铝质上盖和底座组合,埋入式外观风格。 和平版采用阳极氧化表面处理,猫爪版则是电涌白,观感和触感表现,猫爪版更出色一些。 外壳细节,AC081外壳四个边角带有弧度,全驴外壳不扎手,其整体厚度亦比较大。 原来自带高低轻角,没有额外撑角,键盘自带输入轻角,厚重外壳,底部下沿高度也挺大,加上定制高度键帽,建议搭配腕托一起使用。 宽厚外壳,猫爪金属试板,和平标志金属试板。 另外,方向键上方还有一个三角标,默认长亮白光,开始还以为是Kaplock,屏蔽无印件之类的指示灯,但实际上并不是,这就有点浪费了。 键盘结构 KGAC08E机械键盘采用了Gasket斜购方案,内胆无刚性连接,仅通过上下盖咬合固定。 而由于是全驴外壳,所以利用底部螺丝进行固定,螺丝仅串起上下盖,并不连接定位板。 是通过上下盖压紧内胆,内胆则由分布在边缘边缘的porum,棉条进行软性支撑。 其中,新版棉条加厚了有一倍,相比第一批约等于弹不起来的效果。 可以说是质的变化,变得非常软弹了,形成也比较适中。 软弹效果对比,改良后上盖内加厚棉条,改前上盖内薄棉条。